三分外線拔起來,偏了一些桑尼的籃板 推一點點配合 前面幾次的攻擊,球到了阿里手上 三分球還是沒有 想要讓查拉蒂出手 這個球直接傳到桑尼手上去 桑尼帶過來之後把查拉蒂給騙掉 三分鐘,中心特攻已經來了一波12比0的攻勢 沒錯 桑尼 我提到他最好是靠著這個Cash and Shoe 是他比較適合的方式 對 有些體型上的優勢 在底線,何喬登的外線嘗試也進 前面有Alanzo G 桑尼外線的大號三分球出手 桑尼拿左手的勾射短了 何喬登會是台中太陽的解答嗎 阿西馬上想要還顏色 桑尼再貼一個籃板 馬龍接球之後馬上就出手 這次沒有 直接掉大腳,找到桑尼 再給何喬登這個空檔還蠻大的 Jordan Hanning 有空檔的出手 桑尼有著身高上的優勢 但是進攻時間只剩下3秒 最後是陳鴻 面較量 兩位選手的平均都可以來到Double Double 桑尼 不過兩隊連續都是失誤收場 前面桑尼有二打一的機會 他直接殺到籃底下 三分球手感真的蠻穩定的 桑尼在籃底下有不錯的機會 面對周柏勳 這個傳導出現空檔的是黃聰漢 比賽到目前的位置還是一樣 還沒有外線的進帳 太陽想要看到的位置 但是 何喬登接到球的catch and shoot 競爭 小安想直接掉給士東 被桑尼給抄掉 所以要攻擊太陽進去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遇到包夾 球掉了桑尼 現在單獨對抗蔣玉安 踩一個 小安自己一個人帶到進去 吃了桑尼一股 太陽就會很危險 黃聰漢一個大號的三分 小安血 鼎鼎 發球線附近 再找外線的桑尼 也來一個三分球 這一次進了 依照這樣的進展 看來這樣 恐怕真的是不容易再把比分拉開 對桑尼要再來一顆吧 連續在外線命中兩季的3 point shot